當年我上網看了一些髮型影片 看完之後想幫女朋友試一下做一些新造型 看看會不會很帥、很創新 誰知幫她做的時候 夾她的耳朵隔壁頭髮的位置的時候 一夾然後把耳朵拿走 當時是紅了 所以自此之後我都不敢再觸碰她的頭髮 你好,Sam 喂,Jeffrey,今天來這裡做甚麼? 今天是想幫我女神做一個比較有鮮氣的髮型 那究竟怎樣才可以有鮮氣呢? 我想這樣吧 因為很多時候女神頭或鮮氣頭都是放下來的 我們今天做一個特別一點 我們就紮一個一半的女神頭 我們首先讓一半的頭髮紮起 然後稍微輕輕弄向後面紮起它 然後下面這些就做一點微軟 聽說好像簡單 很簡單而已 不如你們試一下,好嗎? 好 其實梳順很簡單 不過其實有一點卡的 所以我決定是由下面梳起 怎麼了?很奇怪嗎? 對不起 現在不是很流行空氣流海嗎? 看到嗎?這些就是空氣流海 我們輕輕弄一下她的髮型 試一試 很漂亮的 那你這樣看上去 整個髮型已經好像公主了 那我們現在差一點下面的曲線 其實很輕輕 穿一穿 看到嗎?這邊已經是蓬鬆了 她是一個比較凌亂的公主 我再加上幫她做了一個八爪魚的髮型 所以你看上去其實是亂中有罪 真的搞定 那首先我為我這個女神做了一個八爪魚的感覺 好 如果染上紅色就真的是整隻八爪魚 你是充滿創意的 是 不是一般平常很正常的乾淨淨的一些軟頭髮 但是這個藝術細胞就未必每個人都能接受到 那我們不如做一個簡單平易接受的版本吧 也可以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梳上頭髮 是 儘量從底下慢慢梳上來 這樣相對來說會容易梳滑一些頭髮 明白 梳上頭髮之後 我們就輕輕分一個適合她面形的parting 例如像現在這個維麗 可能大概是七三左右的分界 幫她夾一點微嫩 可以像湯西瓜一樣的形式 一份一份一份這樣打動去處理都可以的 因為一會兒我們有一半摘起 所以其實出來的效果也不會太凌亂 即是我們夾完整個髮型才去twist它 當整個頭髮夾了微軟之後 你想怎樣做形也好 相對來說會比較容易一點 夾起了一半頭髮才去夾軟的話 可能有些位置已經夾起了 她做不到那個軟的效果 那她的髮型大概要捲多少次 我們多數都會分一個十次的session 湯成四份 而每一份你再湯三份左右 大概十二個session 當然有些時候 一夾十二次 對 當然有些時候你看一下她的頭髮的厚度 有些可能厚一點的要多一點 每一觸頭髮夾 其實大概五到十秒左右的時間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夾太久的話 是 你很容易會傷害到頭髮 或者夾斷頭髮 其實也要很熟手才行 最難掌握是你頭頭夾的時候 它會不會很順滑地夾下去 因為很多時候 你頭頭不熟手的時候 可能就未必會那麼順滑 所以梳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對 你一定要先梳順滑 你看到我剛剛在左手邊 這邊的session 我就是向外夾的 如果它向裡面是順滑 反方向就是翼 總之以向外夾的方法為主 你出來後 才會兩邊是斑 你看到我夾完這個曲子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分開那個session 我們輕輕養散一點的頭髮 剛才提到 我們現在盡量在耳背後面的位置 耳朵頂的位置 去到後肘骨位的頂的位置 來開一個session 有些時候 你可能可以用一些brush 或者梳 來梳順滑 有些時候我們用手指來梳的時候 反而那些movement會相對比較自然一點 不就像我剛才弄的頭髮一樣 凌亂的尾巴 對 沒錯 你的頭髮簡直是creative OK 當你twist完之後 你可以用這些髮夾 在剛才你hold著的那個點 反方向去落那個夾 因為你這樣夾的時候 它就會hold著那個點 不會滑下來 我們這次這邊有一個 相對來說 比較多的流海位置 所以髮夾的時候 就不會把髮夾的頭髮 完全夾上來 我們可能前面的位置 都會留一點點頭髮給它 twist到這邊位置之後 是 我們也是 再下一個夾 下一個頂夾 我下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反方向下 來hold緊它 當我們夾完之後 我們可以拔出一些頭髮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那個層次感 會相對來說 會比較立體一點點 因為完全滑透頭髮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 就比較 比較斯文的 對 底下的軟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夾軟了 對 我們稍微 散開一點點 就像你剛才的方法 做得很好 稍微弄一點點 我那個位置的方法 稍微弄一點點 讓它有一點靈緣的效果 都可以 如果那些時候 你看到一些位置 相對可能是 弄了或直了的時候 你也可以輕輕夾回 一點點 好 基本上整個頭髮型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聽起來也很簡單 對 非常簡單 這些才是頭髮 今天也是經過 Sam這麼詳細的教學 那我有沒有信心 幫女朋友再做頭髮呢 答案是沒有的 其實很多細節位 我會大概怎樣做 但是你說 怎樣做得漂亮 又是另一個層次 所以暫時都沒有什麼信心 是再幫女朋友做的 可能我會回去買個假髮 自己一年夜練 那練到它差不多 才再... 實戰吧